大家猜一下我是在去哪里的途中 对,是去加拿大警察局2CMP的路上 刚刚一下班很郁闷的发现 车子停在停车场里面 但是有一个非常长的挤压的痕迹 从撞击的痕迹看 要么就是shopping cart 或者说是推车的撞击 要么就是开门的撞击 但是从两处凹槽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个shopping cart 但是停在边上的车已经逃跑了 我们就在想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大家好,我是小金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幸的事件 就是我的车子被擦了 而且是在这种停在停车场被人家hit run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种情况在这个加拿大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在停车场遭遇那个开门杀 那主要还是原因就是因为风特别大 或者说很多人不注意自己开门的一个方式 然后就造成这个撞击 那我这一次而且还非常严重啊 可以看到这个底漆都已经露出来了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讲是没有办法完全修复的 也即使没有办法抛光 那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第一个我就想到了要去调监控 但是我知道一般来讲碰到这种情况 监控一般来讲也很难抓拍到这个 肇事者的这个车牌 如果抓不到的话那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这种行为其实在加拿大就是这个hit and run 那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抓到肇事者的话 肇事者他肯定是要赔偿几百甚至上千的这样一个罚款 但是呢一般来讲很少有监控摄像头能够拍到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依赖于这个车主 那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你如果有这种像360度这个无死角的这项监控的一个重要性了 特斯拉这种电车就会有这样子的功能 除此之外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去做这样子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监控 来到警察局之后整个流程就比较的清晰直接了 主要还是填一些表格把个人的信息以及当时的一些情况记录在案 那警察也会对我的这个行车证 驾驶证以及保险进行一个fotocopy的处理 那最后他会看一下我车子的一个损伤情况 最后进记录在案 大概过几工作日之后呢 他应该会有联系我 那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只能等之后警察联系再说了 但是如果是要去调取停车场的一些监控等等 那根据法律的这个规定 你都没有办法直接去 索取而只能通过这个 RCMP也就是这个加拿大的皇家警察来进行一个调取 那其实一般来讲这种 擦痕的话也是不用太去管它 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把它修复 但是呢 如果是露出底漆的这些部分呢 那只能通过这个修复了 通过买购买这个点漆笔啊 我也是去了这个4S店去买 就是完全配车漆的这样子的点漆笔 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伤得太厉害了 所以说点漆笔的作用 只是为了防止这个车子在下一次洗车的时候 日积月累进行一个生锈 那其实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那具体结果是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咯 那我是生活在纽佛兰小金 我们下期见咯